涨涨涨 什么都涨 眼看油价水电通通都要涨价 民众也开始省钱大作战了 就有网友公开自创的保温杯食谱 不需要开瓦斯就可以煮面 而且材料费很省 就算多加一颗蛋也不到30块钱 既节能减碳还能够省下钱来 不过真的能够用保温杯来煮面吗 记者实地来来进行实验 就发现6分钟就可以煮好 想煮一碗肉燥面来吃吃 连瓦斯都不用开 秘密武器就是它 有网友发挥创意 教你用保温杯来煮面 别以为只是一般的泡面 连青菜鸡蛋通通可以下杯一起煮 保温杯中放入面条 再加入一手的青菜 像是A菜 地瓜叶或者是豌豆荫 最后再注入热水 这样子就完成了 让面条随着热水软化 再盖上盖子 不只做法超简单 对住宿舍不能开火的学生 办公室没有微波炉的上班族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只要6分钟热腾腾的面条 外加烫青菜就上桌了 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口味 也可以加入泡菜或者是罐头炸酱 一碗保温杯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变化 不喜欢吃面没关系 换成冬粉一样轻松煮 而且超便宜 只要花食材的费用还不到30元 就可以吃一餐 保温杯料理省钱省能源 真的省很大 多谢新闻王书铭 陈乃鱼 台北报了